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0月25日 加拉塔沙蕾无拒败人来访 周三凌晨 欧关联分组赛足有好戏上演 败人慕迷黑客场对阵加拉塔沙蕾 虽然前者目前取得两连胜身处二组投名 不过两队之间的差距只有二分 加拉塔沙蕾只要赢下本场比赛 就能夺得领头羊之位 双方此番对蕾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加拉塔沙蕾虽然是一支土超球队 但是他们在欧关联赛场上早已身经百战 球队历史上最好的战绩是杀入半准决赛 而本届欧关联加拉塔沙蕾时隔多年重返正赛 他们在外围赛一路过关斩将并搭上正赛的末班车 对于加拉塔沙蕾来说 球队能够参加正赛已经值得球迷称赞 而他们目前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观众的期待 加拉塔沙蕾目前已一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球队力压曼联和哥本哈根 仅次于两战全胜的败人 前锋莫路伊卡迪和中场基林爱度高股功不可没 前者经济代表球队出战 15场攻入14球 后者本赛季至今已为球队贡献5个进球和7次进攻 但本场比赛中场伊云爱电和前锋哈利达为宿古因没有注册而无法出战 此番面对实力强劲的败人慕尼黑 加拉塔沙蕾仍需要严阵以待 在击败哥本哈根后 败人慕尼黑已经连续36场欧关联分组赛不败 期间胜场多达33次 作为欧关联豪门 近年来败人都是在分组赛第一出现 想从他们手中夺走胜利并不容易 更何况今年夏天败人还迎来了前锋哈利卡尼的加盟 而这位英格兰国角也不负众望 他经济得贾出战8场已经攻入9个进球并贡献4次助攻 而在欧关联也得到1球和1次助攻 是球队的进攻主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败人目前遭遇伤病潮 前锋杀智格纳比和后卫达约乌白梅卡奴等人因伤无缘披甲 主帅杜曹 也为此感到苦恼 阵中有大量伤兵势必会影响球队的发挥 因此金铺面对士气正盛的加拉塔沙雷 败人慕尼黑依然要小心为上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 优优们的福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